如何解讀這次的協議 是否真的遇過天青 還有我也有看一些會計師的說法 就是將一些內地公司的所有相關的文件或底稿 搬來香港去做一個審計 你覺得是否可行呢? 這次審計的爭議的陰霾是否已經消除了 我回答你下方的問題 肯定不是的 不會是叫做遇過天青的 如果遇過天青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中概股的升幅度會更加誇張 如果你看回上星期五 很多中概股都是先衝後回的 他們的表現只不過是跑贏美股 但是你說的不是很厲害的 甚至如果業績做得比較差的中概股 都是一樣要捱股的 看小鵬汽車ADR就知道了 所以你說一定不是叫做遇過天青 遇過天青小鵬汽車沒理由都不升 為什麼不是遇過天青呢? 因為現在正如剛剛所說走出第一步 如果中國企業上 中國企業上能夠允許中國企業 把底稿放在香港 其實為什麼放在香港呢? 不是說香港有什麼特別的優勢 純粹是防疫措施上 沒有內地那麼緊的意思 所以你說才用放在香港的做法 所以我覺得暫時說他們肯就行了 所以你要記住去到中美審計 政治因素、政治角力那些問題上 那些烏鵝都是 其實你問得不得 你只是問法國人而已 就是問那些決策話事權的當事人 他們說可以就可以了 相反地你說突然間他們覺得 我給你來 即是我給你多少你看就看多少 那些他們覺得夠就夠 那就會有個問題 但是當然說這個中美審計問題 都影響了市況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 那不是遇過天青而已 短線做一些夾淡倉的行為 都會有機會的 那大問題就是 如果你看回美股的整體表現 很多中概股都升不起來了 那我覺得暫時來說 因為這個審計上面就雖然是樂觀了 但其實還有很多不明良人所 譬如正如剛剛所說的 未來如果都是不滿意的 他們都是要覺得去內地上面 覺得他們交的東西不齊 那還會有個很麻煩的狀況在那裡 而最重要的就是 短線的問題就是 不只是說這段時間困擾市 就不再只有中概股退市的問題 你還有說內地的經濟下壓力 經濟下壓力就不關這些中概股退市的事 是說內地自身的內房問題等等的相關因素 那回到剛剛的問題上 東西、西貢能不能夠再出現 其實我覺得是困難的 短線來說 你最多都是做一些夾淡倉的動作 那就看一下特別期子結算前可以夾到多少 如果你說今天也夾不起來的情況下 那就短線要小心一點 對 即是你覺得東西、西貢 即是剛才所說的就不單止是今天 即是可能說 即是說一個period 對 三個月這樣 你覺得都不會有這個循環 我覺得是困難的 因為說內地內房的問題 始終都看不到太多曙光在那裡 但當然為何這段時間能夠夾淡倉 我們亦都可以理解的 市跌了這麼多下來 說內房的問題 都不是說八月份才開始 七月頭已經說了 未來一個月 如果說沒有陸陸續續 沒有新的內房企業 又說債務問題 甚至資金上面有些資金願意去買 內地說擔保完之後 周圍有人願意去試 這個有機會見曙光的 但如果未來只不過是 逼著一些內地資金 在一些保險資金上面去買 市場不會有信心的 所以我覺得短線來說 現在市場是要慢慢恢復信心 你說可能未必期子結算 馬上是夾的 可能過期子結算之後才夾不出期 所以我覺得關鍵 就未必只要看期子結算結什麼位 我覺得自己看就是 整個月線圖上面 恆指這個月有沒有機會 收回在250月線樓上 其實單月跌穿OK的 兩個月都穿完的時候就比較難交 但起碼今個月應該不是出現一支大陰燭出來 所以如果你說今個月 我覺得暫時來說 又未必是一個月很關鍵的 如果你說這個月能夠收在 不是出支陰燭出來的 是一些類似十字星 就是今個月的開市價 20026樓上的話 我覺得還可以的 所以今天就算開始跌200點左右 問題都不大 我覺得主要就是講短線來說 你會看到其實 港股業績都是大致上跟美股相近 很多都比預期好 我覺得短線就會形成一些夾淡倉油 記住在夾淡倉油的原因為主 就是你講兩個月前的東升西降 市場真的在衝勁內地的經濟會相對比較好 因為那時候沒有這些內房問題 大家覺得內房問題應該控制到 反映到七七八八 甚至會衝勁金九銀十 但是這段時間金九銀十就 應該都很難見到出來 所以我短線來講 主要看技術反彈 但是這個技術反彈 反彈到兩萬一左右 這些位置是不出奇的 所以看看東升西降的定義是什麼 如果你說純粹是齋升的 有機會的 但是你說有一個逆周期 市場會突然間 好像說兩個月前一樣 拆倉 衝光來買中港兩地股市上面 暫時內房的問題 還是比較嚴重 我覺得就不容易發生 好